俗话说 富不过三胆 就是警告人们 如果没有正确的金钱观 万贯家财也会被子孙败光 金钱观不仅是人生的第一观 也是长安家风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要开始教育他们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呢 怎样教育孩子学会花钱呢 当孩子有能力挣钱时 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台湾著名学者曾世强教授 继续为我们讲 长安家风第七集 人类最可笑的事情 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生活上的方便 我们会去创造某些工具 可是当这种工具创造出来以后 我们很快就变成这个工具的奴隶 这不是很可笑吗 你看钱 是我们拿来当作交换货物的一种工具 以前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是以货易货 那个手术比较麻烦 经常那个价值无法评估 有了钱以后就方便了 你可以定价 我可以出价 愿意我去付 这个钱就解决了 但是 现在人 离不开 金钱 而且很快就变成金钱的奴隶 你看坐飞机的时候 就算在头等舱 上来的人已经都有一些社会地位了 从头到尾离不开钱 那就人生第一关都过不了 所以我们交缝里面 金钱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金钱光一定要从小孩子开始 你才有办法培养 我就听到有一家人 他的小孩大概十五六岁 就跟他父母讲 我不想读书了 我不读书了 你们怎么说我其实不读书 那父母怎么欠都没有用 就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把他带来 我问他给你听 他来以后 我就请他坐下来 我问他你今天几岁 他说我十五岁了 我十五岁人家都在读书 为什么你不读呢 他说读书没有用 我为什么要读 我说你怎么知道读书没有用呢 他说读书就是为了赚钱嘛 我不必赚钱 那么读书干嘛呢 你看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我说你这么年轻就知道 你不必赚钱呢 他说是啊 我父母有的是钱啊 我花都花不完呢 我怕什么 我不要读书 因为我不必赚钱 父母都在听 我说你父母也没有多少钱啊 他说我不管 反正没有钱 他们到银行去领就有了 还有更小的在庙的 你带他到玩具店 他要买玩具 你不忙给他就哭啊 就在地上闹啊 你跟小孩也是无私自通的 他知道他一闹 父母没有面子 那是他买给他 他这招很管用 那父母都觉得没有办法 拿小孩没责 我就把那小孩叫过来 我说你一哭 你爸妈就有钱了 他说当然有钱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有个小卡片 到那边一插进去 钱就出来了 我在告诉各位父母 当你带小孩去银行提款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这个不是钱 我再插也没有钱 我自己插的有钱 是因为我有钱存在里面 那钱是难赚的 你有什么叫他 你造成那种假象说 把塑胶片插进去 那钱就进来了 那太容易了吧 我再说一遍 父母有责任 要交代小孩 正确的金钱观念 问题是连父母的金钱观念 都是不正确的 你看我们有一句话 从以前传到现在 很多人还是 随时可以把它 背得很完整 叫什么 舍得 舍得 有舍 才有得 多舍 多得 少舍 少得 不舍 不得 谁都会背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到时候 你就舍不得了 你一舍不得 后患无穷 口口声声 钱财是 身外之物 但是连一毛钱 都舍得 那就典型的 守财 你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要留给子孙 那我请问你 你留给子孙 是为他好 还是为他不好 我们现在正式的提问 有钱人 他不是自私 他不是为自己 他因为自己受苦受多了 他不希望他的子孙 像他这么受苦 所以他想给他一批钱 让他们呢 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这很好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发 多神气啊 但是真的会这样吗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 你给他合理的钱 他知道我有这个 我要爱惜 我们平常 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一个人要先学怎么样花钱 然后才去学怎么赚钱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哎呀 钱都还没赚进来 还学不学花钱 金钱观 就是先教小孩怎么花钱 他这辈子对钱的价值观 他知道怎么花钱才合理 他长大以后 他所赚来的钱 第一个 不会是补义之钱 第二个 他不会变手材楼 他不会 金钱观是人生的第一观 也是长安加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没有好的加封 家里就会出败家子 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小孩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呢 又应该用什么方法 才可以教会小孩正确的花钱呢 所以这有个过程 这过程我们把它归纳成三个要点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想一下 第一个 得本才末 从小就要告诉他 你这一生 得是根本 有钱没钱 那是末节 为什么 因为你品德好 钱越多越好 你品德不好 钱越多越倒霉 这一句话就讲完了 你品德好的 你再多的钱 他都会乱来 他知道怎么花 你看又是怎么花比较重要 你品德不好的 他没有钱还不会做坏事 他有的钱就挣就坏事 那就把家风败坏掉 怎么样才能够在小的时候 就告诉他 得本才末 这要用具体的方法 小孩子最喜欢的是什么 玩具 你带他去玩具店的时候 你又跟他约法三章 我们现在去玩具店 你想不想买玩具 小孩说他要买 你说可以 你想打算买几件 三件 三件太多了 为什么 我们家的钱是有计划的 你通常买去白玩具 让我们别的地方就不够用了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从小就要告诉他 每个人只利用一部分 你不能把全体的钱都当作你的 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是不可以的 那就好了 从小要培养他金钱的观念 告诉他 你品得越好 我们就放心给你更多的钱 你会好好用 你看重一点是在用 而不是在赚 现在都是满脑子赚钱 还会用钱 谁都会用 其实都是不会用钱的 乱用 越有钱越乱用 你去看好了 他有钱他不知道怎么做法 该做的他不做 他不该做的做一大堆 后面就埋伏了很严重的危机 第二个 有爱一定要有限 所以很多人只讲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 他不知道要有限的教育 你爱而不限 就变恨 爱即生恨 任何事情必须要一个合理度 那合理度就叫做限度 限度就是限 爱的教育 就是给他合理的限制 才叫爱的教育 我们是不可能不爱钱 哪有不爱钱的人 不爱钱就是不求上进 俗懒庭典 但是给他限度就是说 合理的钱你才可以要 不义之财 你绝对不能要 长大一点告诉他 这是魔鬼给你的钱 你一要了 魔鬼就控制你了 你心里就有贼 那叫心中之贼 心中之贼是一辈子去不掉的 他就懂了吗 没有啊 又来了 又有钱了 太好了 那就完了 什么钱都能要的话 这个人就没救了 你看开车的人 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踩空岛 可以省油啊 踩空岛 让他自然滑坡 您是要杀了都杀不住 你怎么办 任何事情就跟车子一样 先看看刹车领不领 刹车也是有技巧的 你当时一口刹下去 他根本就刹不住 他杀得住 杀这一定是分两段才杀得住 他分两段你就必须要有时间 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怎么不懂 你第一个轻轻的财 然后再第二个财 他就杀住了 一口气杀下去 他杀不住 他杀不住就串祸 那个献是从小要给他 你从小放纵他 你想把他约束很难 你从小约束 越大又给他放松一点 他就觉得很自由 这叫交锋 所以老实讲 我们有时候也不愿意讲这种话 因为听起来很难过 爱经常是宠坏的小孩 那个恶果是非常可怕 就是没有一个限度 所以有什么小孩子要管得远一点 然后慢慢随着他年龄长大 他就给他一些更大的自由度 而不是从小就说 很可爱 什么 那你就没有尽到责任 因此第三个 阶段性的调整 你看小孩子在家 你要从小养成他 对金钱的概念 就是说钱你不能随便动 你要用 你要父母同意 你才可以 你不能家里拿的钱出去买东西 不可以 他问你为什么 你说太可怕 因为你买的东西不一定能吃 买的东西不一定能用 再说 人家看了你手上有钱 一看无人 说不定你整个人跟你抱走 你要让他有这种警觉性 让他有这种危机感 这个我们中国人叫做 优犯意识 从小要建立优犯意识 你没有钱 人家不会抢你 你有钱 人家就抢你了 所以为什么从小告诉他 钱不露白的原因在哪里 不能随便去跟他讲说 我家有的是钱 我家那个金条好几条 不能讲这种话 因为人家都打过我们主意 晚上就来偷 偷不到就抢 然后进入小学以后 就由父母决定 给他多少零用钱 但是每天回来 你要报告 你那钱怎么花 就从小要教他 他怎么花钱 中学以后 给他钱 你自己花 不够再说 有剩余你自己存起来 到了高中 大学 你申请 你要多少钱 父母同意就给你 先教他 先教他怎么花钱 养成正当花钱的习惯 将来他自然 人是这样的 你那个通路已经打开以后 他必须要有东西进来 所以水管要通 是先把出口通 而不是进口通 进口通 出口不通 他就塞住了 那就变守财能 你出口通 他自然会去赚钱 那就会流动 所以钱为什么叫通货 就是他本来就叫通的 你让他不通 那就出问题 一定出问题 在孩子小的时候 首先要教育孩子 对金钱 有个正确的认知 学会正确的花钱 当孩子长大 能够自己挣钱的时候 家长又该教育孩子 注意些什么呢 特别是遇到 有朋友来借钱的时候 如何判断 是应该借 还是不应该借呢 人家跟你开口 借钱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都要教他 那也是用钱的一种 很多人就是 完全没有 这种教育 然后说 我缴了很多学费 那是不正常的 所以 当人家跟你开口 借钱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 朋友是有通财之一 但是要看 平常有没有交情 你看有的人 他借钱的时候 你就是他最亲密的 一进门就叫 哥 哥 然后借了钱以后 从此 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那过了两年 又来又哥 哥 然后又要去 要借钱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你借他干什么 他平常根本不把你当朋友 第二种是 救急不救穷 穷救不了 救急可以 看看他 看看他这关通过了 后面他通得了 你就帮忙他一下 你现在给他 下次他还没办过关 还是没办过关 干脆 自知死地 他会生 那他的死 像这些啊 都应该传承下去 否则的话 我们经常被困在 在这种苦恼当中 很划不来 我们一个人 进入社会 开始赚钱 一定要定期的 要定量的 奉养父母 不管父母都有钱 父母可以津贴你 这双轨进行 我自己来做比利亚 我出来教书 我领多少薪水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假装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会把 薪水袋 那时候还是用袋子装的 薪水袋 原封不重的 我根本没有拆开 交给我妈妈 那我如果有需要 我父亲再困难 他都会想办法 来自助我 如果 我赚的钱 我淹起来 我自己用 到时候你跟他开口 恐怕他也会摇头 我们要知道 家人 他永远要有一家人的亲情 所以我两度实业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爸爸说 回来 家里多一双筷子 结婚以后 多两双筷子 无所谓 你不要因为 没有工作而受辱 就好了吗 人生起起伏伏 有时候是你做错了 而失业 有时候你没有做错 而失业 都有 有时候你失业是好事 因为你一转弯 反而做得更好 谁知道 一家人就彼此要相照顾 你失败 没有关系 只要不是你错 家人不会人说 你怎么样 你有钱有事的 你不要生气 又回到家 你还是家人 像这些都要慢慢地 去形成一种惯例 不是规定 中国很少用规定 因为规定下来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适应 因为每个人状况 都是变动 都是变动 长子有长子的状况 你看 如果兄弟多的话 前面几个 那父母 钱够用了 他可能跟小孩子说 跟最小的说 你刚刚进入社会 那你哥哥 两个哥哥 给我的钱够用了 你就暂时不要给了 都可以 像我二弟 他是我们兄弟里面 第一个到国外留学的 他就经过一关 他跟我爸爸商量说 他想去 巴黎留学 我爸爸怎么回答 你去问大哥 大哥同意 我就让你去 那我这个大哥就很为难了 他去了 我就要 把他的责任给扛起来 可见任何事情 你要事先有一个 比较周全的 一个思虑 然后后面就减少很多问题 可这样一来呢 我们两个兄弟的感情就更好 他就常常讲 当年如果你不点头的话 我连巴黎都去不了 我说没关系 那你现在回来 你照样照父亲的 希望你做了去 做就好了 中国传统文化 是非常注重家庭的 每个人的言行 与整个家族 有着紧密的关联 但是也有人批判说 这是封建社会的 于中于校 现代社会应该强调 个人意志的自由 不应该受制于家庭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中国人 他不是于中于校 外国人老叫做我们 好像于中于校 我们哪里于中于校 我们最后是合理 那合理是两方面商量 而且跟时空变化 都有关系的 因此他没有规定 他只有一个大致上 读一经读到最后 就是个字叫 大致如此 就是我们常讲的 差不多 差不多就好了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总经理吧 就请了他父母去吃饭 可是我看他的父母 都很不开心 就坐在那里 我跟他们一家都熟 我就过去问他 你不开心 你儿子对你这么好 他对我好 他那里有对我好 我说请你上这么好管子 还没有对你好 他说他是在 表示他比我还行 我当年没有钱 没有能力上这管子 他神气 他能赚钱 他有 你看他是这种想法 谁都不对 当然儿子都不对 就让儿子就跟爸爸讲说 爸爸 这个管子很贵 但是我常来 我知道他太好 所以今天特别安排你来 爸爸听得很不高兴 你来好几次 今天才请我 你第二次不能请我 儿子不会说话 有孝敬 那个敬很重要 如果你就跟父母讲说 爸妈 人家都是在管子好 我是没有来过的 既然好 我们就来试试看 感觉就不一样 他不是接下去说 只给个好菜 我都知道了 我通通点好菜给你吃 父母更不高兴 就是有没有进 没有进 那跟动物一样 所以孝后面 其实不是孙 我们讲到这里 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从小要有孝顺 慢慢变孝敬 金钱是先学会花钱 慢慢教他怎么去赚钱 把这整个的过程 把它玩上起来 这个交锋 就越来 越让人家满意 让人家觉得可靠 这样延续下去 才有价值 记住 钱永远不是主人 只有人 才是主人 千万不要变成 钱是主人 人是钱的努力 千万不要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不畏物欲 永远不要被物所如意 这个要靠 父母的教导 我小时候是没有电视的 后来到了 我读高中的时候 才开始有电视 很好奇啊 看电视 当我看到很有趣的时候 我爸爸都教我去做别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是很听话的 现在我相信你教你的小孩去看他 等我看完这一节看完 金钱看完再去 我们那时候不会 我就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我总是要问一问我爸爸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我就问我爸爸 每次我看电视 看他很好看的时候 你一定要叫我去做别的事情 我爸爸都跟我讲 我故意的 我说你故意的 为什么 他说我不希望你迷一件事情 你一有兴趣 我叫你做别的 你做得到 你一辈子不会迷任何事 我说那你是存心整我了 他说是 是要整你 不整你怎么有养生习惯 我说被整的人 很痛苦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 高中了 比较可以讲话 尺度大一点 他说我承认 被整人很痛苦 但是你不知道 整人的人很辛苦 我说整人怎么辛苦 他说我要注意看你 什么时候有兴趣 我才叫你 那个时机要对 我说对 所以老实讲 中国人的学问 不是说 不是说那么出钱就能了解 你说打蛮将好不好 我不知道 打蛮将如果上台容易 下台也容易 那有什么难 往往都是上台容易 下台狼 打四拳就好 打四拳就好 结果八拳还不完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人不能迷任何事 金钱 货品 艺术品 宗教 没有一样可以迷的 包括科学在内 我们现在最可怕 就是科学已经变成一种 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你看多少人迷迷科学 这是人类很大的危机